各位兄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弹以理书》 《弹以理书》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教训 上一个礼拜我们就看到新闻 这个FORBES雜誌 又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十个人列出来了 第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今年是谁呢 奥巴马 还有我们中国的领导人 还有发明Facebook的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他突然间成为了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其中一位 是前十名 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 是在公元前、主前 差不多是六百年左右的一位 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 其中一位就是利波格尼撒王 在当时他已经成就了他所有的战功 已经修复了很多的土地 征服很多的国家 成为一个大王 但是今天呢 他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 都是很多人都会想到的 就是刚刚你所读的圣经 就是当有一天他在自己所建造的巴比伦大城里面 来到游行 来到自我的 来到称赞的时候呢 突然间发生一件事 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呢 这个弹以理书 我们给他的主题就是 谁掌明天 我们讲了一首诗歌 上个星期第一次唱都觉得非常之好 因为有人写了一首诗歌 谁主明天 今天跟大家思想这个问题就是 谁主浮沉呢 谁主浮沉是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说话 是我们中国人曾经有人问过的 就是问这个苍茫大地 谁主浮沉 当然是一位政治家民的了 我们都看看我们香港呢 我们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呢 住在半山区的人呢 一是呢 就非常之有钱的 一是呢 就非常之穷 不过现在可能没有了 以前在这里的时候呢 住在半山的人呢 一是就是住在木屋区 是很穷的 一是呢 就住在那些豪宅里面的 到底哪个人决定 哪个人有钱哪个人没钱呢 有时我们在太平山上看下来呢 去旅行看下来 为什么这些又是在半山 那些又在半山 那些人这么富有 那些人又好像很贫穷 到底谁主浮沉 不过这个是我们小市民的甚性 那些做领导人的 他们问的不是那么简单 他们问的是 哪个人能够掌握这个权势 这个领导权 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能够影响这个世界 我记得在十几岁的时候呢 看一本书 我都看不明白 就是这个希特拉寫的 叫做《我的奋斗》 后来这本书呢 在某些地方都是禁书 不可以看的 但是我们中文翻译 就个个都可以看的 《我的奋斗》 那在这本书的封面里面 我又很深刻的印象 那本书的内容 我都不太记得 但我记得封面上面 就编书的人就加了这句说话 这句说话呢 是一位希腊的历史学家 叫做Herodotus 他所说的 他说 如果神要使一个人灭亡 神会首先令到这个人疯狂 那我觉得 做那本书的封面都挺有意思 多一个人呢 是自大 或者是骄傲到某一个地步 他突然间会失去了理性 是灭亡 或者是疯狂了 那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呢 《尼布甲尼撒王》 是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他有一天 是发梦的时候 见到一棵大树 在《大尔理书》 第四章 刚刚所读的经文 就是我们 今早早主有学 我们讲到一个解经的原则 就是以经解经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同一件事 同一个梦 就讲了三次 在同一章里面 首先是尼布甲尼撒自己 把那个梦 说出来 因为他发了一个梦 他觉得非常烦恼 还很害怕 他就跟别人说 但是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 他就告诉弹尼里 第二次说 就是弹尼里 说这个梦的解释 说回 尼布甲尼撒王 第三次说 就是这个梦 既然应验了 而应验 是谁说的呢 就是 写弹尼里书的 这位作者 他说 这件事后来这样应验 所以同一件事 说了三次 如果我们按照已解释的原则 每一次 你就发觉 它的重点 都是有更加的详细 和有不同的着重点 好 回到这个梦里面 尼布甲尼撒 现在已经是功成名咒 已经是一个大王 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君王 他发了这个梦 在第四章的第四节 他说 我安居在宫中 我平顺在殿内 就是我觉得很舒服的日子 突然间有一天 我就发了这个梦 这个梦令我非常之惊慌 很不安 很惧怕 我梦见一棵树 很高很大的一棵树 现在一棵树 是高得顶天 首先 令我们想到 其实巴比伦 和创世纪的巴别塔 是有些关联的 在创世纪那里讲到 人曾经聚集在一起 你建一座很高很高的塔 叫巴别塔 要表扬自己的能力有多大 好 我们回来 尼布格尼撒 这个梦里面 他说 我见到一棵树 是极其高大 很坚固 高得顶天 叶子 华美 果子甚多 可以作众生的食物 田野的走兽 都会躺在树蔭底下 树真是很有用 非鸟也缩在树枝上面 凡是有血气 都从树那里得到食物 很多果子都不定 这棵巨大的树 突然间有天上面一个声音 有一个守望者 一个watcher 原来天使也叫做守望者 而每一个国家 可能也是有一位天使在那里守望 或者有一帮天使在那里守望 是监管着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突然间有一个守望者 他说 时间到了 大声地说 坎下之子 佛祷这树 遥掉叶子 拋散果子 使得走兽离开 非鸟躲藏 但是那个树枕 斩了这棵树 留在树枕 然后树枕 是用铁圈和铜圈 把它固住 由得他在田野的青草当中 让天露滴室 然后使得他 这里没有讲到 第一段没有讲到 这个他其实就是巴比鲁王本人 和野兽一样 食草 使得他的心改变 不再是人的心 而是野兽的心 七期或者七年的时间 这个王做了这个梦之后 非常地惊讶 好像隐隐约约 是要和他讲些什么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 我们今天就是选了第三次 这个梦被讲述的内容 也都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分开四段和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这个王他的骄傲 第二个就是他的挫败 第三个就是他有一个转机 然后最后呢 他是向神来发出赞美的 巴比鲁城是一个非常之王位 非常之巨大的城 在古代也都是 我们都听过传说 没有人能够证实 就是空中花园 但是呢 在后来这个伊拉克的战争里面 也都是发掘出来 或者是揭露了很多以前巴比鲁 留下的古迹 很多的文物 甚至乎呢 以前的斯坦布圣 是想重建巴比鲁 就是那个地方 但是在距离现在 2600年之前的巴比鲁 实在是非常之伟大 或者是非常之大的一个城 是令这个王很骄傲 因为他是建持的 我们看一下 第28节开始这一段的乘机 第一样想跟大家讲 就是他的招告 在28节那里讲 他说 这件事临到 布格尼杀 过了十二个月 他游行在巴比鲁皇宫里面 他说 这个大巴比鲁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 建为京都 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 我们现在是看三次 看到这一段的故事 但是这件事已经是当初说过一次 而弹以利也和他回答了 这里他说 是我建设的 是我用我的能力 我的大能大力建设 是要显出我的威严的 首先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是否是他的能力 我们只要显出第一章 但以利书的第一章 第二节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些 其实不是他的能力 第一章第二节 主将犹大王若亚记 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 他就把这器皿带到士拿地 收入他神的庙中 放在他神的庙中 这一节所说的是 犹太人圣殿里面那些黄金 但是其实 尼布格尼撒 他能够有那么多的建设 那么多的战功 根据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七章那里所说 是神 叫这些国家都是失败 是神兴起这个尼布格尼撒王 去成就他的旨意 神要藉着这个王去懲罰 他自己那些勃契的法式 但是这个王自己不知道 他说我是凭着我的能力 凭着我的大能大力来建设的 所以有时候人就会很容易 就是骄傲 以为是我赞取回来 但是圣经说是神给你的 而且神只是给一部分 神并没有将全世界交给你 神只是将一部分 他愿意给你的东西来给你 不过人的心里很骄傲 当他做了这个梦之后 他很惊慌的时候 他找到大意你和他解释 大意你和他解释 解释完之后 大意你便圈他 说王呀不如你悔改 在第四章的二十七节 从我们从二十八节开始讲 但是我们看回前一节 就看到了 大意你和他解释这个梦之后 大意你便说 王呀求你越纳我的奸义 以施行公义 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 除掉罪业 或者 或者你的平安是可以延长 所以大意你和他解释这个梦的时候 劝过他 这个梦未曾发生 你不如在你的时候 停止犯罪 你行公义 你怜悯那些可怜的人 行不行呢 或者这件事 不会发生 但是 巴比伦王 过了十二个月 一年 没有听他说 他仍然是这样 来到骄傲 自大 但意你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一个有知识 有属灵的知识的人 也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在哥罗多前书第八章里说 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 我们或者懂得很多圣经 但是可以是毫无爱心 我们可以按照圣经 是说这个世界将会 怎样怎样 发生什么事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审判的 语气或者眼光 但是 但意你 他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他很震惊 他圈王要悔改 他说但愿这些事情 不要发生在你身上 但是 但意你说的说话 这个王他并没有听 他一直这样看到自己的成就 他就自己继续在这儿骄傲 来看自己的事业是做得多大 《传道书》第八章里说 定了序 没有立刻私刑 没有立刻行刑罚 人的心就继续做 到底是神的宽容忍耐 还是人的听不入耳呢 十二个月之后 这件事竟然发生 所以神都是很 有慈爱 事前已经是给他自己 作了这个梦 也都派弹以理 和他解释这个梦 和圈他 但是 尼布教尼撒王 他评不听 他说这些是我的建设 是我的成就 是显出我这个人 多么威严 多么荣耀 在这个三十节里说 是我建设 是显出我的威严 我的荣耀 是诗篇一百一十五篇里说 他说 主啊 不要将荣耀归给我们 要将荣耀归给我们 要将荣耀归给你自己 归给神 我们千万不要夸口自己 成就了多少事情 建设了多少事情 马上我们就看到 一个骄傲的人 圣经里面 针言书里面 第十一章说到 骄傲来 羞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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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骄傲呢 什么时候就会有羞耻 这个王的骄傲 他不理大树的梦给他的警告 亦都不接受 但以理先之言给他的怨告 他继续的骄傲 继续在皇宫里面 来称赞他自己 马上他就有一个挫折和失败 在第三十一节那里说 这个说话在皇的口中尚未说完 言犹在矣 忽然有声音在天上 今次就不是发梦 是真的了 守望者 这个watcher 这个天使 大声说 尼波加尼萨 有话跟你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了 你要 要 被赶出去 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寿同居 食草 好像牛一样 要七年 要等到你知道 神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 赐给谁 就赐给谁 这个错节和失败 好像突然间来到 其实已经过了十二个月 《真言书》二十九章 一个人如果屡次受到责罚 都不肯悔改 就会颈黑 败坏 无法 可治 收不到 他首先失去了的是什么呢 这里说是失去国位 就是他的健康 人面瘦心 一个人还是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 大家不知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头发流到很长 不过现在人家流到头发长 又扮女人 或者是靓 但是这个人很脏的 头发流到很长 还有指甲也很长 形容他 好像头发长得好像鹰的毛 好像禽獸一样 食草 食草可不可以生活的呢 可能食草都可以维持生命一段时间 这个人突然间失去了理智 后来的医学家就说 这种叫做变成动物的妄想症 就是一个人压力太大的时候 突然间会崩溃了 以为自己是一只狗或者一只狼 不是那些恐怖片 大家不要想到恐怖片 原之夜变成狼后变成人 那些是假的 但是这个人 他突然间神经错乱 觉得自己是一只动物 在下一章 阿旦尔利就拿这件事 来警戒他的孙子 就说 你这个阿爷 以前曾经这样 和那些骆 那些骆 那些骆 一起来生活 所以他不是变成 真的去食人 而是他去食草 为什么一个人会这样呢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 如果是压力太大 或者是太过狂妄 太过骄傲 太过木空一切 就是物极必反 会崩溃了 精神崩溃了 或者分裂了 就发觉 原来我是一只野兽 我不是人 于是 他就 住在郊外的地方 但因为他是国王 所以 还有一个很好的大神 就是 但尔利 和其他的人 是保护了他这七年的时间 没有人夺了他的王位 这七年的时间 他过着一些动物的生活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 就是他不要太骄傲 因为太过狂妄 骄傲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的身体 会有什么反应 或者你的精神有什么反应 这种变成狼狂妄的症状 是后来也有人曾经有过的 就是以为自己是动物 所以 骄傲狂妄到了某一个地步 目空一切的时候 突然间他崩溃了 他失去了健康 在传道书第三章十八节那里 所罗门他说 他说其实人和野兽一样 都是一样会死 我们以为自己是万物之灵 就很骄傲 但是到某一个地步 你发觉 其实人和野兽都一样 死的时候都是一样 中国人 当然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中国人 曼子他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己欺 就是说 其实人和禽兽都差不多 不过有些人 他有这样的体会 他就用礼仪廉耻 而限制自己的行为 就像个人 否则就是禽兽不如 保罗他在罗马书里说 他说 当我愿意行善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我与我同在 我发觉自己是一种犯罪的性情 我发觉有一种冲动 有一种内心的恶念 时不时来冲击着我 现在其实这个尼布格尼撒王 这种失去了理智 疯狂的举动 这七年的神经病 其实可能他本来内心里面 都有如同野兽一般的狂妄 或者是残忍 不过神是将他暴露出来 好了 他失去了健康 当然也失去了权势 因为他不能够做国王 他不能够再管理这个国家 但是他没有想到 原来那个梦是真的 原来先知 但以你所说的话是真的 真的会发生 全道书第九章第十二节 那里说 因为人不知道定期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 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事 但是想不到的时候 忽然之间 三十一节那里说 这句话都未曾说完 我要显我威严的荣耀 未曾说完 他已经变了一只野兽 他已经是失去了 他的健康和国慧 一切都离开了 以往他与一棵大树 很多人都靠他吃饭 很多人要投靠他 他隐蔽着很多人 他高得鼎天 但是一下之间 一切都失去了 一下之间 一个最荣耀的王 变成一个野兽 这种的挫败在哪里来 就是因为人 不接受神的警告 人继续的自高自大 神交给他的 他说是他自己 努力得回来的 第三 他是一个喘机 其实实是很有恩典 很有慈爱 在这个大树的故事里面 这个梦里面 是有一个 留有这个伏筆 就是这棵树 是被斩下来的 但是留下什么呢 留下那个树枕 而且是用铁圈和铁圈来固住 那固住他的意思呢 你可以说是保护他 但也可以说是限制他 令到他不能够走动 不能够自由 限制他七年 但是 在第26节 请看 当时但以理 已经和他说了 守望者 26节 守望者 既吩咐全楼树等 等你知道 朱天掌权 以后 你的国 必定归你 原来 神留下了 一个恩典在那里 就是没有将这棵树连根画起 而是给他有再生的可能 这个就是 神所存留的恩典和慈爱 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在《差及记》三十四章 第七节那里说 神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神是还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 神被人留下慈爱 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 但是也要人悔改 到了第三十四节 日子满足的时候 这里说日子满足 但是 所以我们已经解经了 就要看看前面说同一件事 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提醒 什么日子满足的时候呢 就是 在 第二十五节 被天路滴室 且要经过七期 等你知道 until you know 等你知道 你说我坐监坐够七年 我们就可以出来 不是 不是说只是七年 等你知道 你要一直这样来到 失去你的一切 直到你学会这个功课 等你知道 等你知道 朱天掌权权 不是天掌权 Haven rules 是天上的神 才是掌权的神 好了 他的转机 他就在乎神众 保存着他的身命 神众用弹以理这一帮神仆 来维护着他的皇位 直至到 等到他醒不过来 这一天他死不过来 突然间有一天 后来那些医学家说 这些妄想症的人 也都有突然间死不过来 那一天 他死不过来 突然间康复 三十四节 我尼布格尼莎 举蒙 亡天 这是一个含义在里面 他不单止头脑清醒了 他的人都变了 他突然间明白过你 所以我发觉 弹以理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 如果没有弹以理 我们试一试 其实很多人都大病过一场 很多人的人生里面 都有很多的故事和见证 以前我曾经很落魄 我曾经很失败 后来我就奋斗 现在电视上时不时都有 我就破了产 后来我就去卖面 做点心 在街边摆动 我又发败了 这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一个人奋斗成功 不怕失败 但这也不是这样 但你的作用是什么 在这个人失败之前 但你已经跟他说 你将会失败 你失败得很彻底 你失去事业 失去健康 直到你知道 直到你知道 原来一切都在至高的神掌握之中 不是每个遭遇失败挫折 后来爬起身的人都认识神 恐怕很多人失败挫折之后 再爬起身 他变成了一个更加固执的人 因为他是知道自己的能力更大 或者是他可能会信奉了一个偶像 他认为是某一个偶像去帮他 于是他捐更多的钱给某一个庙 他认为是那个帮了他 所以但以你有他的作用 就是在这个人受到梦的警告的时候 告诉他知道 这些事情是出于至高者 等着一天你醒悟的时候 你要明白 你要知道 这个人他举目望天 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二十二节里说 神说你们仰望我 你就会得救了 当人窮途末路的时候 当人彻底地知道自己的无能的时候 他如果肯举目望天 他如果肯去仰望天上的神 神承认一切都是神的手中 那么他的人身 或者是有一个转机 主传留了这个书等 但是尼布教尼莎 自己必须要醒不过来 是仰望天上的神 转机就在这里 如果不是神的慈爱 他可能一世就成为一个动物 又或者在做动物的时候 是被人杀死了 是神有恩典 神的欢容和忍耐 神对我们今天都是用欢容和忍耐 而我们必须有一天 要醒不过来 知道原来一切都是出于神 但这个都是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在《药福音第六章》 他说 如果不是神的恩慈 你们没有人会来我这里 所以今天我们信主是神的恩典 你另外认识主耶稣 你信主得永生 不是你很聪明 不是我们很聪明 而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人的转机 不是说这个人变得更加刚强 人的转机是在乎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事业健康 我们的转机都是在神那里 都是要直至我们明白 直至我们归向神 那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转机 最后 王的赞美 他赞美神几样东西 不过我们只是说其中的两样 当他醒不过来的时候 他发觉他的聪明 復归于他 他就开始来到称赞神 赞美神 其实《诞与理书》第四章 是一篇见证 是从第一节开始 就是他向全部他的人民来做见证 见证神怎样的来改变他 神怎样的来挽救他那七年的 好像动物一样的 人面兽心的生活 是一篇见证 所以我们在感恩节 现在顺便说 各位如果想在感恩节 来感恩见证 请圣诞会之后和我讲 安排时间给你上来做见证 来感谢神 这个尼布格尼秀王 是在做见证 他说 当我这样来举目望天 我又只得了我的聪明智慧 还有那些神仆 一样来朝见我 我的各位是更加坚定 因为他学到了功课 他赞美神两样东西 第一 神是自告 他承认一切的权柄在神的手中 三十四节 他的权柄是永有的 他的国是传到万代的 世上的人是算为虚无的 而且神是凭着他的旨意来行事 没有人可以和神相比 他信服 这个犹太人所说的 这位独一的真神 其次 其次他赞美神 第二件事就是 他觉得神是很公平 这是很不容易的 一个人从心里觉得神很公平 是很不容易的 最后三十七节那里说 我现在来布格尼萨 赞美尊崇 攻击天上的王 他才是王 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行动骄傲的人 他能够降为卑 这一段赞美神的话 后来在罗马书第十一章 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内容 由保罗的口中说出来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我们可以揭开罗马书第十一章 那里说的 十一章第三十三节 尼布格尼萨的结论就是 神是很公平的 神是至高的 权命都是属于他 是他将这些权力交给我 而且他将我降悲 让我受教训 他是很公平 罗马书十一章 三十三节 如果我们将两段的内容 比较 其实差不多 他说 深作为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宗迹何其难尋 谁知道主的心 谁作过他的谋事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尚还 因为万又都是 本于他 from him 倚靠他 through him 归于他 to him are all things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阿门 这就是保罗说 这个犹太人将来 他们全家得救 这个结局的时候 的一个结论 原来一切 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 你说神 为何你掌握一切就好 你跟我说就好 为何你要被我受 这么大的挫折 我几乎这七年时间 真是险死丧命 一切都没有了 由最高的地方 到最低的地方 为何神要这样对我 让我遭遇这些呢 请看十一章的第三十二节 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 神啊 为何你让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 为何你要暴露我的短处 为何你令到我失败 答案很简单 因为神爱你 三十二节 因为神将众人都冤在不顺服之中 突然要连述众人 神显出我们的软弱 至少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多不好的目的 是为了要连吻你 是为了爱你 是为了令我们不至于在自己的骄傲里面灭亡 所以回到大理书第四章 由开始的时候我们问到底是谁主浮沉 是谁人掌握我们的轻盛和衰亡 不是我们自己的大能大力 不是我们的决心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掌握住一切 因为颈黑之间一个声音从天上来 一个守望者一个天使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了 你也要被赶着离开世人 我们就一切都可以没有了 除非我们将自己交在主的手中 尼布格尼索王受到警告 受到劝告 他不愿意改 足之他必须经历这一切的事 他足以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稳固 他自己都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人 只不过与野兽都是差不多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将自己的主权 将自己的一切归回到神 如果我们有什么 是神暂时给我们 是神在使用我们去成就祂的旨意 我们千万不要像尼布格尼索一样 在游行 在赞美自己 这一切都是我赞取回来的 神将我们圈在不信服之中 显露我们的短存 特意是要连述我们 所以我们将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等我们多谢你 赞美你 主要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神你所允许 神你所托付的 主要一切都是出于你 亦都是借助你 亦都是要归回给你 最后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经历你的奇妙 你的大爱 最后我们 真的希望我们自己 不需要像尼布格尼索一样 经历这么大的挫折 这么大的失败 才学会这个功课 最后愿意你帮助我们 我们将我们人生的主权 我们一起的决定 交在主的手中 愿你亲自的带领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